店家監視器拍下一名男子 拿著球桿看起來超生氣 不斷嗆瞎還指指點點 衝上前是要打人嗎 後面還跟出來三人 要圍毆外面的男子 坐在旁邊的人起來查看 又來兩人 變成多人衝突 前面一堆人在那邊闖家 將近七八個 26號晚間在高雄鳳山 男子喝醉搭計程車 還吐在人家車上 只好跟司機相約去 汽車美容處理 喝太醉戒酒吃人家豆腐 醉漢伸出咸豬手 摸老闆娘的腰手跟腹部 公然性騷擾 老闆氣詐持高爾夫球肝理論 最後忍不住朝他挥了一拳 女店員亦對男子提告性騷擾 警方軍醫規定受理 醉漢告人家傷害 老闆娘也提告性騷 喝醉還毛手毛腳 偷摸老闆娘挨打互告 雙方都得付出代價 在大樓菜市場也有激烈衝突 兩個大姐在攤位前面 互扯頭髮 疑似是菜市場搶地盤 旁邊的人勸也勸不住 實際回到現場附近攤商都沒聽說 懷疑是黃昏市場的攤商糾紛 到底為何動手 警方還要釐清 記者蔡武言 宋佩晨 郭宜貞 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